有時候都不知道自己的肚子在幹嘛 早不餓 晚不餓 半夜 他媽的超餓 然後內心就會開始無限的掙扎說 最近我認真體會到 減肥真的是史上最困難的事情 沒有之一 因為當你有想要減肥這個念頭時 只有在你吃飽的時候 才會想到 講到這裡我相信一定很多人會說 我公那XXX啊 你一點都不算胖好不好 比你胖的人一大堆欸 冷靜 我並沒有想要跟任何人比 在跟我競爭的是我的衣服 和褲子 不知道為什麼 明明就幾個月前才買的衣服 才過沒多久 穿起來 感覺衣服一個炸裂式的緊繃 跟在灌蠟腸趕快 衝 一直試圖說服自己 這是什麼爛衣服啊 才洗兩次就縮水 這是什麼爛體重機啊 才再沒幾次就壞了 直到後來發現 很多明明都還沒下過水的衣服 別再縮水 假的 哎呀我衣服業障重啊 體重機業障更重啊 至於減肥 到底為什麼這麼困難 第一就是 因為每當你想要減肥的時候 身邊都一定會有人在組織你 一直告訴你 你減什麼肥啊 你有沒有很胖 你不用減啦 你不用 你相信我 真的啦 我不騙你我發日 然後你就會很放心的繼續吃 然後一個月過後 恭喜你 過年也到了 你會看到很多你的同類 趴在桌上 嘴巴還被塞一顆蘋果 然後衣服也可以捲一捲了 反正也是穿不下 我已經可以幻想非洲的小朋友 欣喜若狂的 穿著新衣服在跑來跑去的樣子 別難過啦 也算 也算是 美式一裝啦 YAAA OK 再來 第二點就是 每個減肥人是 最大的敵人 也就是 消 YE 有時候都不知道自己的肚子在幹嘛 早不餓晚不餓 半夜 他媽超餓 然後內心就會開始 無限的掙扎說 不行 不行 再見 肥 再見 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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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最後就是 當你還在掙扎到底要不要吃宵夜的時候 你已經不小心吃了一個無票的東西了 然後這時候的你就會開啟聖人模式 蛤 你說你不知道聖人模式是什麼 蛤 去問你男朋友啊 好 反正就是事後 被充滿著無限的罪惡感 以及 懊悔 奇怪了 我剛才有這麼餓嗎 我明明沒這麼餓吧 剛剛忍一下應該就過去了吧 哎呀 反正吃了都吃了 減肥的是